你想一夜暴富吗 你想资产过亿吗 想开着Lambo基尼泡妞吗 怎么样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瞬间喜欢上的 那么是男孩子喜欢多一点呢 还是女孩子喜欢多一点 麻烦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简简单单的爆肝挑战 可遥控的Lambo基尼 积木跑车 它是由1294块积木组装而成 我看到有的国主居然要花费36个小时才能组装完成 那我小阿森争取在12个小时之内 把它给轻装完成 Let's go 看起来呢也并不算太多 一本186页的说明书 这厚度 还没有你们上学的课本厚 开始爆干净 第一包终于平装完成了 现在是1点40 我们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已经是凌晨的12点26分 也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一共花费了13多个小时 由于明天还要上班 所以说现在必须要去睡觉了 那我们就明天继续拼 昨天花费了13个小时 拼到了第150步 还有36步我们就拼装完成了 我今天好好地想来想 为什么我会拼得这么慢呢 因为这些积木都非常的相似 你要是稍微不注意拼错一个零件 当时你是发现不出来的 等到你拼到后面的时候 组装了有好几十步的时候 你发现拼装错了 怎么办 你需要再把前面的重新拆掉 再重新换零件 再组装上去 所以说这次我们就小心翼翼地 把这36步拼装完成 起动 现在就是发现拼错了 要重新把它拆掉 再组装一下 并且搞玩意还不好拆 观众朋友们 这辆Lamborghini已经拼装完成 那么我又用了两个小时46分钟 也又是拼这辆模型 我一共用了将近16个小时 但是令我感到非常不解的就是 快递到我这里怎么又出错了 我明明买的就是遥控版的 而商家给我发过来的静态版的 商家里边说还需要确定核实一下 本来我想的是 等我组装完成以后 把它拿到户外 然后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 这种遥控积木赛车的乐趣 那现在就非常不好意思的 带大家来看一下 Lamborghini的静态模型 我刚才与商家与商家的共同 他们承诺了这边 重新给我补发这套 Lamborghini的动力套装 估计也得等个两三天左右 到时候我再把它阻挡上去 到室外体验一下这辆Lamborghini的飘移 那么视频的最后 我再询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到目前为止所拼装的 积木玩具 最多是多少块的 耗时多久 我想要剩16个小时 1294块 不骄傲 一点也不骄傲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在考虑要爆肝什么挑战 搞个一千块的评图 试一试